好,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邦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9月28日 首先這裡有紐西蘭的伊德台洋 大家好,各位早晨 有這個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師,真的好,早晨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一下訂閱 還有旁邊的小鐘有新片會控制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三台沙冷氣 點讚和分享和訂閱 將齊抗疫評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過去一年,黑暴事件有很多人出了名 有很多出鬼,嘔心的事 即是不是嘔心的,大家是猜不到的事出來 在新聞界,每一件事都有一個代表人物 在新聞界的代表人物,要數到利君雅小姐 他是帶起了一個風潮 以侮辱來當作訪問 採訪 或者帶濃厚的政治目的 或者濃厚的反政府口氣去做採訪 他搞錯 我們以前節目說過,他很沒禮貌 你可以好聲好氣地說 但是你不可能打斷 你可以等特首說完完之後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身為港台記者 你可以說你好像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可能可以 你說好像有些混亂不到點 你大可以這樣說 但是不是,一腳打斷林鄭說話 你可以要求林鄭補充一下你講話可不可以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是 當然有些人會認為 我不是站在林鄭補充那邊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是說 你一句話 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說 但是他用了最瘋狂的一種 就是煽動受眾的仇恨 這樣去說話 煽動聽眾的仇恨 大眾的仇恨去 去劍指特首 劍指政府 就是這樣說 抓住林鄭 大家看到那一幕是很瘋狂的 他出現了他之後 之後很多人都去學他 學他那種做法 結果每一次林鄭和其他官員出來 都是這樣被人追 就是你不跟規矩去做事 結果你搞到整件事 基本上越演越烈 目的就是要打破這個政府的威信 令到政府行島 加大這個黑暴聲勢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現在港台公會收到消息 利君雅原來他一直都是用試用期 現在港台要求延長利君雅試用期120日 並且針對他在去年7月到11月期間 出席政府記者會的表現重啟調查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港台在商務和經濟發展局施壓之下 重啟針對利君雅的調查 除了利君雅之外 有兩個節目的監製也都是被打壓的高危一族 包括所謂左右紅濫綠和頭條新聞 都是會被調查的 都可能會被調查 但是兩個人已經是正式員工 所以不是說動就動的 如果大家入了工會都會明白 你不是真的犯大錯 包括偷東西 那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刑事不太容易 但是利君雅在港台還沒有過這個試用期 現在還要延長 突然要延長120日 即是要她 再靜靜一點 不要犯錯 要是你們自己走 延長又延長 延長 延長到一個地步 即是要再儲大些你的file 其實涉及利君雅的投訴 原本由港台主長級的人處理 聽清楚 本來已經closed file 並且說利君雅是沒有違反任何規則的 上任主長就走了 但是在商務和經濟發展局施壓之下 有關調查程序重開 並且將她的試用期延長120日 如果在未來120日之內 利小姐被裁定違反一項守則 立即被DK 這樣 在這裡我想補充一下究竟利君這個人的背景 他是1986年出生 現在33歲 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社會科學學士 他是大約在2011年開始紅 在TVB很紅 因為大部分人看見他 咦 印度人的樣子 但是廣東話非常純正 覺得很多人很奇怪 其實我不覺得有點卑鄙奇 因為他在香港長大 是啊 是啊 有一種調寶寶的感覺 還有 巴基斯坦 不是印度 巴基斯坦 不好意思 還有 還有 都是同一個種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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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藍牙 他中文是非常好的 會考取A的 好過大部分香港人 是 後來他加入TVB後 然後 也都得到這個 袁志偉的賞識 也都經常都看到他的樣子 在新聞部 那麼 去到市值 2014年 大家還記得 在那個 所謂的雨傘 雨傘運動 那些人叫做運動 那麼 有一幕就是 關於這個曾建超 被人抓去後巷拳打腳踢 那麼 初時 新聞TVB 也有這麼說的 但是 後來 之後 播出一些片段 就拆去了拳打腳踢 這四個字 那麼當然 也都導致TVB 裡面的新聞部 多人反對 而他呢 是有份 發動這個聯署 簽這個聯署 反對這個高層的決定 最後 那麼 他再時間推演下去 那麼 他就離開TVB 轉了做 做這個 《明報》 離開TVB之後 他去了《明報》的 那麼 去到2016年11月 那麼 那時候 就是梁振英的參選特首 嘛 那麗君也都追問過他 有一句 他就問了一句 就都很尖銳的 就問啊梁 反問啊梁 梁特首 問他 去了哪裡啊你 然後梁特首就說 不見了你啊 所以 他都有急才 其實梁振英是有急才的 因為那時候 李君雅將已經轉了做《明報》了 所以梁特首就反問他 咦 都不見了你 不見了你一輪 那麼去到2017年 他就轉做港台 出任助理節目主任之後 是主持這個早晨節目的 那麼 那麼 今天就試點三十一 呢 最重要是他掌握了 邀請過不少的人上來 就是大家看到很多不少人上來辯論 都有份 那麼 對於延長120日 這件事呢 就 李君雅呢 回覆 記者提問 多謝關心 不請繼續支持港台 那麼 港台回應就說 政府有既定的機制和程序 去處理公務員 逐平時不評論個別個案 麻煩 這樣 我這些一般是很正常的 這些官式的答案 不評論個別個案 也是保障員工的私隱 我覺得很合理 只不過現在新聞 傳出這些問題 我相信可信性是極高的 因為其實還有過往他質問高官 那個口氣是非常可惡的 我認為 很惡劣 其實 有一次就是他會見這個 一眾司長和警務處長 盧偉聰會見傳媒過一次 他有在場的 他見特首沒有正面回答問題 那這位李君雅小姐 就直接追問他 面對如此恐慌的事件 你昨晚睡得安不安樂啊 這樣問的人 就是再跟那些高官這樣說 麻煩你們講一下人話 這些根本是撲腐馬街的問題 我認為 那他呢 問一些很尖銳的問題沒有問題 是那個態度是很惡劣 還有是非常之沒有禮貌 就是你可以很有禮貌地去問一些很尖銳的問題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我們經常都講 其實我們最早都講了 就是他那個最大的問題 是他那個態度 是惡劣 他覺得 就是記者是高高在上 就是他 不過他這種做法呢 其實都不是 他創先河的 當然了 不是他做先河 因為有些高官 創得很厲害 其實是 老祖宗是鄭經漢 是 鄭經漢 那些高官很厲害 但是他不是做記者嗎 他是的 但是他的節目那裏 他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利君雅 只是把這一種風氣 帶到去訪問的時候 沒錯 那個場景可能有一些不一樣 但是他那個效果是一致的 他的效果是一致的 嗯 還有啦 我相信黃毓民在這方面 都是貢獻不少 是不是 以前的港台節目 摩擦到那些官是幾乎講粗口 商台 商台 不好意思 這個就是 香港一貫以來的風氣 就是 記者充滿丟棄 或者節目主持人充滿丟棄去罵的 但是 不是平心正氣的去說 這個 本身就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才會有 麥美娟女士 用粗口辱罵這個林鄭月娥 是一樣的 其實本質是一樣的 如果你批評得 這個利君雅態度惡劣 公平地說 麥美娟那時候的態度 都是一樣的惡劣 都是不對的 就是大家應該 在一個可以對話的基礎上面 討論問題 而不是亂撒鬧 就是好像別人叫我們吃屎一樣 我們都是化了他 我們就說他這個傳道人 都是因為愛人如己 才叫我們吃屎而已 因為他經常吃 覺得很好吃 所以才介紹我們吃屎 我們都謝謝他的 只是舉個例子 就是大家可以在一個對話的基礎上說話 難道我又罵他 他叫我吃屎 你喝尿吧 難道這樣嗎 這樣是不行的 是不是 沒有意思 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意義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 其實社會的文明程度 是決定了 有些事情是會發生的 就好像利君雅這些人 他覺得 這種是OK的 社會接受到的 是常態的 但是 其實我們現在告訴大家 這些態度的惡劣 大家應該先不要接受這種惡劣的態度 而且不單止是對不同政見的人 或者不同陣型的人 不只是對不同陣型的人 才對抗這件事情 就算是同一個陣型的人 大家都應該 喂 你那種態度好像是惡劣 不是很適合 是不是 是不是應該 想一些方法去糾正這種風氣呢 就是你要有基本的尊重 老實說 不是說 我討厭你 將你人格肉馬等等 這些人身攻擊的這些 就是以為 哎呀很厲害 喂 不是這樣的 尤其是你一個專業記者 不是這樣提問的 是不是 是啊 就是 等於美國那些人 無論多生氣 大統領他都不會發神經 打斷大統領說話的 我說完一句 你說一句 你說完一句 直到大統領忍不再說一句 對策略為止 不是這樣做 你說做網台也不一樣 網台也不一樣 我們亂插 這樣就沒所謂 但是 你這些 有一樣東西最糟糕的 就是 李小姐代表 其實都是官方的機構 來的 你居然撿回官方 其實 不是啦 我覺得有一點點過不過去 大家都是打份政府工 你有什麼拜拜 為什麼要這麼大口氣 他這樣做 現在 我相信 這個 港台是會慢慢慢慢等的 收下收下 看看你自己走不走 沒什麼的 現在說明明要你走 他當然不肯走 其實已經是很好的 即是說 喂 自己聖爬執包袱 先找一份工 以他現在的明星 和在香港的什麼 他要找一份外媒來做 相信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是吧 雲點打響了那個名字 成西相的 有很多人 就 有很多人是用這個 罵人來 拿一個 名字 就是 起朵 就是罵人 就是 戀差那麼罵 就是用來起朵的 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剛才《真BC》說的 我們做網台 其實我們都沒有戀差那麼罵人 我們批評 每次批評都是 言而有據的 除了我 媽差《真BC》之外 或者我拿《真BC》那些東西 有時候都不是真的 我都要先承認 哈哈哈哈 我講笑的 有時候是 但是 就是這樣說 你面對 政府官員的情況 那你應該 就是言而有據 你批評都應該有根據 不是戀差那麼罵 是不是 是不是 更加不應該 罵到政府官員要哭 就是在任何情況之下 是不是 就是那個態度 你不可以這麼惡劣 要專業一些 始終都是 一個惡劣的態度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對話 在一個不是對話的基礎上面 你怎麼可以做得好一個訪問呢 其實它只是 它是成功帶出了很多人的訊息 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同意它 這樣質問的 它是成功帶出了這個訊息 但問題是 沒有給政府一個機會 去回應一些正確的事情 最後就變成一個 漫罵的場景 一個發洩的場景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訪問 也最嚴重的是 由於這些所謂記者會 其實就是 任被人罵的記者會 引起到有些人發覺 原來可以這樣罵特首 以前沒有想過 這樣罵特首不行 怎樣都可以做人有道理 於是有些人就開始亂來 這樣罵他有like 這樣罵他可以搏到眼球 搏到眼球 在政治上也好 金錢上也好 有銅利 這樣嗎? 我看到又有view 萬一他都不敢動手 我們狂罵 於是不單是黃營 總之有些人會覺得 怎樣罵都可以 那種這樣的情況 瘋了 結果搞到局勢越來越差 就是這樣 所以利君雅也屬於 其中一個始作俑者 你剛才這麼說 回到外企 其實我覺得不容易 何解呢? 現在這樣的關係 人家覺得你是間諜 回巴基斯坦 我覺得一個個人 一個個人 說你是間諜 但是人家是會計算過的 你做過這件事 審得嚴少少 就可以了 我不覺得 其實應該是 理論上應該是有英國護照 這個我不得已知 不知道 記得以前說過 在海外出生 就是拿在香港出生的非華裔 如果有BNO的話 可能要有英國護照 去英國行不行? 那就簡直是真BNO 哪有人請他 坦白說 你說這件事也對 都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低一點 我不覺得英國會請他 不過這個是我自己的操錢看法 英國本土也有很多巴基斯坦裔 真心地說 但是譬如說駐港記者 他就有機會了 這是我看法 他無論怎樣也好 他都讓了個名字 靠罵特首出了個名字 他只需要弄這條片出來 就是說 你以前做過為什麼你走 我抗爭 你想一想 現在全世界 就是這樣惡劣關係 我喜歡看你眼眉 你催什麼 是啊 我受迫害的記者 麻煩美國 或者英國收留我 或者找一份好工 可能都可以的 是啊 現在和國際關係變得這麼差 反而對這類人 多了些機會 如果不是 你看一下羅冠聰 那些什麼 趁未被人吊銷 還有什麼 如果他真的有BNO 他什麼時候走都可以 這麼多年 這個經驗 根本就一點都不用怕 這個香港傳媒界經驗 一點都不用怕 根本就實食無癡 一定是拿到 這個我看法 一定有工做 怕都不怕怕 怕就假裝 很多時候 就是說他很怕 那些不能作準的 就是說 很怕被人炒 很不公平 什麼什麼 但是你想都想到 其實這些 這些很小事 怎麼怕被人炒 他這個行頭 那麼多 可能 其實現在 可能港台都已經 不要說我不通知你了 這120天之內 自己找定份工作 到時候就有人幫了 記協 記協那些幫他 找一下找一下 李小姐你放心 你大無謂 就用你 那個情況是 很有可能發生的 我個人看法 那這些就很小事 你說 其實呢 同時間 也有另一種聲音 又開始走出來 就說要 撿了港台舉 一年用幾十億 沒有鬼用 這個 周庸為首的 就走出來 撿了港台他 這樣 港台有他的存在價值 始終 說到底 都是一個官方喉舌 撿了他的話 那你就官方 連最後一把喉舌 都沒有了 是啊 連一把嘴都封了自己 最多就是 如果 最多就是 應該 撿正這檔 事情就解決了 沒有必要 撿了港台 我覺得 撿回自己 就對了 是 不過 為什麼 這次會搞成這樣 我聽 我記得很久之前 我聽過 劉世良在那裡發暗話 就是說 說了一句說話 這麼多年 有幾多個 採訪主任記者等等 應該要升 不能升 那個戲怎麼相信 怎樣怎樣 在那裡說 確實有些人沒有升 確實有些人有得升 每間公司都是這樣的 你沒有得升的 那些人 調戲實不順 你有沒有聽過 有員工沒有得升 就是調戲非常順 是啊 這個人 他講完之後 就講到 好像我們這些 這麼多視頻的人 幾十萬視頻的人 就是 收著微博的人工 好像攤大隻 魚來神 沒有魚來神 攤大隻手掌 叫人家給錢 你猜我們很願意的 這樣說 這句說話令他很深刻 這個劉世良 現在都在網上不停 叫人家訂閱這個 訂閱那個 訂閱那個 收錢的Patreon 他都有開的 他收不少的 對不對 他們那種做法 其實很多話說穿了 說到底就是為了錢 是咯 說到底就是錢 是咯 是咯 都是寫著一心 城寨都有開Patreon嗎 怎麼會不開 為什麼每個人都開 你不開就快要被人攻擊 真B師 我告訴你 人人都開的時候 你不開 又說我們分裝不暈 所以才不開 然後被人借東西來咬我們 哎 這幫傢伙肯定是分裝不暈 好像那個阿神這樣說我們 是不是 還有那個Musser 又說平反我們 平他老闆嗎 不用你平反 你不要冤枉我們就可以了 亂冤枉 Patreon一般來說 是非內地人才能給錢 我不是在海外 Patreon好像是用KPAL給錢 或者是信用卡 它不是要給內地人聽的 他們那些 要面對的受眾群 我講城寨 其他圖我不知道 城寨有三個計劃 10元 20元 30元 全部是美金計 每個月給10元 20元 或者30元 有不同的事情 內幕消息聽 基本上高很多 你說什麼分裝不暈那些 你說支付寶微信支付 我真的沒有的 但是你說Patreon 那麼虛 那我就要收錢 但是我不給 吹呀 吹呀 現在就reject你 不過你說明說到底 就是如果 人人都收的時候 你不收 你就會被人罵的了 那個情況就是 你就要收一下錢 是沒有辦法的了 人人都收的時候 你不收 你還壞了行規 行規就是收錢 你們這些人 在那裡說 又沒有錢收 胡亂說 我喜歡 你吹我的帳嗎 我就沒有錢收 我也是這樣說的了 就是YouTube 就算之前禁了我 你沒有錢收 我也是照樣說的 你阻礙不了我啊 大哥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踢爆這幫傢伙 到這裏為止了 好不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